民众拍下稻田间整辆汽车窜出大火 浓浓黑烟飘散天际 锦销立刻到场洒水蒲酒 整辆车烧成一片焦黑 只剩骨架 浓烟持续窜出 醉魁祸首就是地上满满稻草 当时车主载小孩在彰化绣水 三亿巷巡视农田 不过到车时车却突然卡住动不了 疑似因为地上稻草堆太厚 导致车子空转 车主一度下车查看 发现稻草摩擦已经产生火花 车瞬间起火两人赶紧离开 车主手部轻微烧烫伤 好在小朋友平安无事 火烧车发生的空地在台风过后 堆积许多稻草梗无法清理 专家表示不少汽车起火燃烧案件 都起因于停车在干稻草上面 已经干掉了杂草最危险 因为我们车子在发动的时候 这个排气管很烫 这个有的时候会 甚至于温度会高到两三百度 尤其我们的触媒或者DPF 它刚好在加热的时候会到三四百度 底盘有很多易燃物 尤其又有油管 就很可能整台车就会扫掉 开车民众除了停车远离杂草区 另外还能加装护板帮助散热 以免一不小心爱扯酒 复职一聚 东四新闻张久汉刘维成 王清华 张华采访报导